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余丽珍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就和大家分享到余丽珍的演出 分享到她1961年的演出 今天就由1962年开始 1962年余丽珍拍摄以下这些电影 神眼鹅味,沉太子 平阳公主,帝子受斩影 飞天雷震子,望而流 涉门七女将 拿渣匹天救母,湘太子飞到雁门关,罗承轎关,望呼亭,金简路税银安殿 娜渣三斗银行星,雄金简路税银笈可以 金简路税银小银行,金简路税银安殿 1963年,《匹力教展》的上集,《武血洗儿刀》,《两个东宫争太子》,《七彩二郎神阳展》,《七彩宝莲灯》,《炮山神学剑》, 《冷秋微》的上集,《七手八臂铁观音》,《白网闹龙》,《龙虎三女霸》的上集,《天齐子会母》,《白元太子阴阳崖会母》,《冷秋微》的下集, 《玉龙太子出家》,《紫母碑》,《龙虎三女霸》的下集,《七彩神火棒》, 这是1964年了,1964年就还有以下这些作品,《四仪女》的下集,《龙江三虎》的下集,《霹力长眉》的下集,《香城九逢》,《荒唐四怪盒》的下集,《霹力长眉》的下集,《香城九逢》,《荒唐四怪盒》的下集, 《三个正邃衢》的下集,《三个正室。三个正宫《犬三世公》的上集,《金简》的《黙皇战》,《金简钢龙》的下集,《三个正宫救太子》的上集,《金简鑫龙》,《半张粢假 Sultan默》的上集,《金简鑫》的下集,《四仪女》的上集,《可防征》的下集,《四仪女》的上集,《荒唐四怪盒》的下集,《三个正宫共系下集》的下集,《三个正宫救太子的上集, 龙江三虎上集 满堂吉廷 三个正宫救太子下集 神学金英 方堂四怪盒上集 平嫂下集 平嫂是1965年的作品 继续是1965年 分别有 海底呼噜塔下集 特募101 木屋沙甸雨 金姑嫂下集 999神秘相思案 它是飾演柔软闲 平嫂上集 海底呼噜塔上集 999离奇三空手 1965年 拿渣三虎虹蟹耳 余麗珍飾演李夫人 即是李整的太太 這套拿渣是林家星飾演 李整就飾演这个,就由李凌刺伯饰演 跟着就是三姑嫂的上集 然后就是发财钻石宝 这个就是1966年的作品 然后就是1967年 就是最后一套电影 《教子杀父王》 这套也是余丽珍的《银幕收山》之作 拍完这套之后,余丽珍就再没拍电影了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余丽珍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也全部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或者喜欢 余丽珍的朋友,请大家多多留言,点赞,分享 也都希望你分享这条片出去给其他 余丽珍的粉丝,让他们都可以听余丽珍的故事 同时,希望大家未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N频道 也都希望你们多多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N频道 好,我们下一条片继续和大家分享 另一个影视雄灵的生平故事 好,今天就说到这里,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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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